这是本幻老和尚放生动物的真实影像 在放生前 本幻老和尚对十方信众说 我们大家都是众生 他们同样也是众生 为什么他们这个众生会变成乌龟呢 因为业障 但是他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能够闻到佛法 将来都会成就佛国 一切事情都是汇变的 接着 本幻老和尚深入浅出地为众生讲解一则故事 强调善行和因果关系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在山上修行 每天都把身上的衣服脱得光光的 很多蚊子因此纷纷前来吸取他的血 由于这位出家人专心用功 念佛修行 他的血液具有特殊的功德 当蚊子吸食了他的血液后 便经历了种种转变 最终化身成为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位出家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他后来竟成为了一位皇帝 每天都要吃很多的鸡 为什么要吃很多鸡呢 这是因为过去这些鸡 在他小的时候吃他的血 这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因果关系和生命的转变 将修行和善行的价值传递给听众 本幻老和尚以平时的语气接着说 我讲这个故事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切众生都会变 我讲的乌龟会变 即便是那些小小的蚊子也能变成人 我希望你们大家不要见到一些小虫子 就把他们拍死 那个小虫子它很小一点 你那么大一个块头 它能吃你多少鞋呢 你就是跟它结个缘也好吗 说完 本幻老和尚带领大家双手和食 开始了放生仪式 一开始就是给放生的动物撒精 念大悲咒 然后给它们打三归一 再让它忏悔业障 拖出六道骨 然后再叫它发四红誓愿 所谓四红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最后就是回向 将所有祈福功德回向给众生 俗话说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就是很简单 你看到一个快要消失的生命 你把它就回来 这就是放生 你所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命救助 更是一种对生命平等和慈悲心的表达 信众们纷纷提着手中的动物 踏着虔诚的步伐 承载着对生命的责任和慈悲 缓缓向放生现场走去 这是一场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仪式 通过这个简单而庄重的仪式 让人目睹了动物们 由生死边缘回到自由生存的过程 这是一种让人心生欢喜的体验 看着一条条生命欢悦于水中 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命与自由不仅仅是人类的追求 动物也是一样 放飞生命 也正是放开心灵的束缚和烦恼 给自己增加一片精神自在的乐土 让心灵在这片乐土中找到了柔软而宁静的归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